韓國瑜現在的舉手投組 他對於政壇的影響 到底有多大 所以你看從昨天 他一發布這個消息 今天政論節目大家馬上探討 對於整個2020總統的影響 所以不管他個人的主觀意願 有沒有參選的意願 其實韓國瑜現在 在台灣政壇的影響力 已經是無庸置疑了 為什麼美國人 這麼想要了解韓國瑜 剛剛就是啟程提到了 他們這些美方的評估 並不覺得國民黨會大勝 但是這次為什麼國民黨大勝 的確韓劉的效應 佔了非常關鍵的因素 這也是為什麼 他們一定要去要到韓國瑜 想要好好的來認識這一個人 為什麼他們會覺得說 選前為什麼忽略了這一個因素 根本不在乎這一個人的表現 或甚至也不預期他會打敗陳其邁 就是在高雄贏得市長大選 我想這是美方他在選舉前 他這一方面 在整體的觀察上面 他漏掉了這個很重要的指標 他們現在有點 應該說有點懊惱 所以想要補回來說 到底他是何方神聖 真的有這麼大的魅力跟影響力嗎 而且看到 如果持續韓國瑜在台灣政界 是這麼的高度受到矚目的話 無論2020他是不是參選人 這一個人 他們一定要有一個深入的理解 最好的方式當然就是要他來 可以問個保這樣子 實質的接觸 然後可以對於韓國瑜 有更多更多的理解 我覺得以韓國瑜的特質 他今天如果受邀到美國去的話 他的表現不會太差 就是他其實自己 應該也是會做功課 他有兩個路線 一個當然就是說 哈佛本身的演講是一個路線 但是其他智庫或者是美國的 官方人士私底下的會面 或是接觸 這是另外一個路線 我覺得這等於 這一個路線已經幫他 要升為是一個 就是說台灣政壇 非常重要的要教 不管他選不選總統 他已經是總統級的 這樣子的一個人的規格跟待遇 所以對他的政治能量來講 這一趟的防媒 也會是一個大大的加分 這個是一個從政治面向 然後你看到美國 對他的重視程度 另外一個是他自己主動講了 他要去僑借 大家知道台灣的政治人物 就是到了美國之後 一個當然是美國官方指標 另外一個就是僑借的指標 僑借有多麼熱烈的歡迎 有多麼的熱絡 這又是另外一個人氣指標 我已經可以預見 就是美國僑借 剛剛這個少廷已經講了 各地已經開始 有人期待說 可不可以來我這邊走一趟 即使是不能走那麼多 光是東西岸 以紐約跟洛杉磯來講 這兩大的城市 我相信那個場面的熱烈的程度 有可能會超越 過去國民黨的政治人物 這樣的一個熱烈的場面 因為從選前 僑借對韓國瑜的支持 包括就是吉利所有的捐款 幾乎這麼多縣市候選人 然後唯一指定就是說韓國瑜 就是大家錢都想要 去挺韓國瑜 這件事情來看的話 我認為他去走訪僑借的過程 應該也是會非常的轟動 所以這兩個因素加起來 我覺得增添了很多的變數 一趟的訪美之行 如果美國官方也肯定 僑借這麼熱烈的 讓他人氣又推向高峰 外銷轉內銷的 回來之後會不會回來 大家迎接他的 在桃園機場就說酸總統 酸總統 就是說變成是一個迎接一個 可能預備的總統級的候選人 回來的感覺 所以台灣的政界的 整個政治變化 氛圍真的是滿大的 我覺得無論如何 對韓國瑜個人來講 絕對是大大的加分 這樣的一個行程 絕對是大大的加分 對於其他人來講 當然就會有壓力 如果韓國瑜這一場 訪美這麼成功的話 第一個最大壓力 當然蔡英文的壓力會很大 因為同樣的場景 同樣在美國 他的訪美 除非他可以做到 是在華府 真的在國會演說 如果沒有這一個 他即使是過境訪問紐約也好 Boston也好 馬英九都做過了 所以過境東岸 對蔡英文來講 不會有任何加分 除非就是華府這一戰 這一戰如果他真的達到了 但是利跟弊 對他個人當然是另外一個境界 所有總統沒有人做到的 蔡英文做到 但是如果真的這件事情成真的話 我會非常的憂慮 兩岸的關係 就會推向另外一個 非常險峻的情況 那個當然對於整個 2020的總統大選來講 又產生了非常重大的變數 所以我覺得今年 真的是變化很大的一年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大家心臟都要很強 可能會發生一些 比較重大的事件 而改變了台灣的政治環境 都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韓國瑜是被邀請 是被動邀請 所以不是韓國瑜 是去主動安排 他是被動邀請 那被哪一個單位邀請 哈佛大學 非常著名的大學 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 費正清的中國研究中心 過去他的名稱叫做東亞研究中心 後來才改名叫做 中國研究中心 而且是要凸顯 他是專門在研究中國的 那麼也就是研究漢學的一個 美國的一個重鎮 在西方的社會裡面 有幾個國家 例如說英國也有一個 漢學的研究中心 法國也有 德國也有 美國也有 美國的研究中心 重鎮就是放在 費正清的研究中心 所以他是研究中國 從東亞史 那麼一直研究古代史 他是從各個學科 各個領域裡面 去切入研究中國的問題 因此我再強調一點 就是說他比較接 他比較是學術單位 這樣的一個學術單位 他們在這次的選舉裡面 他們一定充滿了一個好奇 就是說在過去傳統以來 綠營的大本營 這麼盤踞這麼深的大本營 怎麼一個外省人 眷村 軍人出身的韓國瑜 短短的幾個月內 把這樣的一個強大的政治結構 把它改變了 扭轉了 他們想要了解這個原因到哪裡 到底這個力量 這股力量是怎麼來的 我覺得這個對於學術界來講 對於我們目前在研究這個部分 當然很好奇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角度 我會比較平常心看是在哪裡 是一個學術的研究單位 他對台灣這一次九合一選舉 政治結構的產生這麼激烈的變化 一個韓國瑜 這麼一個跟南部完全不相同的人 進去以後把南部的政治生態改變 我覺得他想探討這個原因 韓國瑜就是最好的一個 田野調查的一個資料 所以韓國瑜去那邊做演講 把他的經驗跟他們做交流的時候 這些教授一定充滿了好奇 充滿了問題 會一直想要問他們 想要了解的事情 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對韓國瑜來講 是加分 而且是很好 因為他是被動式的被邀請 跟幾位政治人物就不一樣了 例如說蔡英文想方設法的 要到美國去 朱立倫也是想方設法 要到美國去 柯文哲也是如此 那也就是說我們就發現 台灣要角逐總統大位的人 怎麼樣在選舉前 你都要想方設法到美國去訪問 想方設法而不是被動 是主動的要去聯絡 要想辦法去 有時候會感覺我們的媒體 常常會把這一些人物 這些台灣的政治人物 每一次選舉前都一定要到美國 有人把它形容是面試 考試及格沒有 主考官 美國的老大哥 有時候我們會描寫成為 去朝聖 到美國去朝聖 我個人感覺有點像什麼 到美國去尋求撤封 就是說撤封 我是你的藩屬國 你撤封我 撤封我 不要撤封他 不要撤封他 他也要去 不要撤封他 不要撤封他 撤封我 我是對你最扶手撤封的 你要什麼我都給你 你要我聽你的話 我全部都聽你的話 我們是個番薯嗎 很急 不是 我們是 長得是有點像番薯 長得像番薯 但是我們有我們的人格 我們有我們的這種尊嚴 怎麼這些政治人物 爭相的往前衝 然後去撤封 去求撤封 說撤封我 不要撤封他 坦白說 很傷我的自尊 也很傷我們台灣人的自尊 也很傷我們大中華民族的人 的自尊心 我倒覺得韓國瑜做得好 他是被動的邀請 所以一定是對方給旅費 對方給接待 那麼不是自己掏錢 也不是自己再去花人民的納稅錢 去找美國的公關公司 去想辦法幫我疏通 讓我去美國國會 可不可以去演說 或是讓我到某個智庫裡面 我再捐幾百萬美元給你 可是那個錢 都是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我再捐幾百萬給你 然後我到你的智庫裡面去演說 讓我過境 我們看到美國重要的智庫 像美國傳統基金會 是重要的智庫 像美國的CSS是重要的智庫 大西洋理事會是重要的智庫 蘭德公司是重要的智庫 你就會發現 誰去這些美國重要的政治的智庫裡面 你就會看 如果他是當今 當今 他就會用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去捐給他們 如果不是當今 他是在野的話 他就想辦法搞一個基金會 用這個基金會的錢 想辦法再去捐給他們 然後能夠讓他們去那個地方 去做個演說 拍拍鏡頭就好 韓國瑜是被邀請 所以對不起 他的旅的旅費 他的一切的都是對方接待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不同 有尊嚴 有尊嚴的去跟他們溝通 台灣民主政治 或是台灣政治發展的一個情況 韓國瑜可以把他的經驗 跟美國的研究大陸的 研究台灣的問題專家分享 我覺得這個才是要有尊嚴 不要做一個沒有尊嚴的人 不是去面試 不是去朝聖 不要尋求撤封 不是去年 自己去年 有一段時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